下面少欲得不堵求也 得少不悔恨 少欲知足 这个人一定很幸福 一定很快乐 他愚人无增 愚事无求 生活所需要的实在不多 心底欲亲近 身体越健康 真是少病少脑 少病很少生病 少脑他很少烦恼 他怎么会不快乐呢 中古古书里面所记载的 无某之地 能养一家人 一家人的意识 就可以保住我 能吃的饱 能穿的暖 外国的母比中国母大 外国一个母是六个中国母 那中国讲 无某之家 还不到外国一目的 南平落岛 这么多年来 我们也要走了很多很多地方 到澳洲来了 感觉的 普遍的 在澳洲人 知足长路 我是十年前移民来的 但是跟澳洲往来有二十多年了 在过去 每一年 到这边来讲一次经 大概住一个月 这跟澳洲有缘 正是移民到这边来的 在这边建造场 移民到这边来的 十年了 澳洲人 知足长路 出来的时候 看到这边 明风 上帝 早晨大概十一点钟 才开门 晚上五点钟 就打烊了 就不做生意了 星期六 星期天 不做生意 他们非常懂得享受 享受大自然的乐趣 不做生意 那地区人是把这个赚钱放在地 这边的人是把享受摆在地 赚钱不重要 这是个好地方 人间净土 极乐世界 最近这几年 最近这几年 外地移民到这个地方人多了 那么这些 外国的这些不好的风气 逐渐也带来了 现在我们也看到 有些上帝 晚上还开门 开到晚上九点钟 这从前没有 比生年秦 好像是开放一些 但是比起世界上 其他的一些都市 那还是好的态度了 那么这个地方的农村 基本上没有改变 人民非常朴实 老臣忠厚 他们工作 虽然时间不多 但是他们的工作非常认真 这是他们很美好的传统